到底今天有运价飙涨力多的航运 有多少续航力 而航运的龙头当然要看长荣 问题是长荣这里 现在还在玩家吗 我们来看一下 长荣海空分支落空了 因为张国正开始大卖长荣航 不是只有张国正大卖 小柯也在卖不是吗 当时他们兄弟 在处理这个家族的控股公司 长荣国际 巴拉玛长荣的时候 他们就有一个默契 未来兄弟分支 大概老大张国华 就是管这个海运 老大管海运 老三张国正 他有兴趣的是航空 所以老三管航空 控股公司不是把它变卖的 这些资产股票 大家就领回来 那好几百亿的话 照道理张国正 是有能力去买了 这个长荣航空的股票 但是我们看一下 最新的股东的持股的话 竟然长荣航空的前十大的股东 看不到老三张国正的名字 好 那表示老三卖了很多了 对不对 甚至有人说 有可能出清了 对 研判出托六万张以上 因为你如果没有卖那么多 你会还在榜上 那已经掉出榜外 你就是一定卖超过一个数额以上 对 甚至不排除可能会出清 对 这个张国正的话 对这个航空是情有独钟 这个2003的时候 他担任长荣航空的董事长 后来老是张国偶回去了 回去了以后 就跟张荣花 跟老爸的这个理念不合 就出来的这个集团 所以你看他过去 2007他有11万张 第四大股东 还有去年 还有第七大的股东 现在就没了 好 那老三本来大家以为 他对航空很有兴趣 他卖了 那我们就想 那张国伟一定有兴趣 对不对 他现在也在做新宇航空 那如果跟长荣航空 又能够互相 讲难听 不管是航权 还是维修各方面 能够大家彼此互相帮忙的话 那一加一会大于二 但没有想到 他有可能卖了 对老师张国伟的话 其实2023年 他有48万张 8%的持股 现在最新的 也降到了26万张 所以他减掉21万张 他等于先卖了21万张 老三减掉了 可能有6万张 甚至有人说 可能全部都出清 是 那这两个兄弟 在长荣航空 一共就减掉了27万张 为什么 我觉得张国伟 可能就不想搅合 我专心的 顾好新宇航空 但是张国伟 为什么你看这个名单 如果他也有长荣航空的话 一方面航线可以互补 另外一方面维修 也可以帮忙 对 但是你看这个长荣航空 前十大股东变化 前十大股东 长荣国际的话第一大 长荣海印第二大 然后你可以发现 后面的长荣钢铁 这个也是 你看这个名单 如果他也有长荣航空的话 一方面航线可以互补 另外一方面维修 也可以帮忙 对 但是你看这个长荣航空 前十大股东变化 长荣国际的话第一大 长荣海印第二大 然后你可以发现 后面的长荣钢铁 这个也是 还有这个其他的 我讲白点的 张国正想说 我如果去买长荣航空 我股票买了很多 我维修是 这个所有持股的第一大 但是你们第二大 第三大 第四大 都还是老大张国伟的 控制的公司 隔开也是超过我 就是说我拿不到金鱼权 我那么多持股也没有用 好 那我们回来讲 所以航空现在还很乱 那我们就来讲海运 来 蔡总帮我们来看一下海运 因为运价一直在狂飙 对 所以我们要讲 现在最新的投资的逻辑 现在股票两万几点 要穿起来 开始买什么股票 买你本来看保守 看悲观的 被你扭转过来 被你扭转过来 这种股票 我告诉你 ETF绝对不会买 因为它是根据以前的 配息 EPS的价格 但是我告诉你 你看现在五月份 就五一假期之后 结果 长龙的附加会要征收了 每20尺大概2000美金 阳明大概1000美金 然后长龙海印的 四月的营收 是15个月的新高 318亿 创下15个月的高点 YOY 这个是有40%以上 这个数字 是不是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是 不一样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意外的惊喜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逻辑 一定要改变的 你看 我举一个例子 马斯基在5月2号调升 2024年的今年的财测 结果5月3号的那一天 货柜三雄还跌 马斯基都已经讲了 我就不相信 我保守 我悲观 但到了 这市场过度悲观了 到了昨天 你看 全球的这些主要的货柜轮 第一大的马斯基 马斯基大涨 还有贺博罗德 这个大概平均涨3% 以新航运 然后以色列最大的 ZIM涨了5% 最近其实涨很凶 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亚洲 亚洲来 全球第八大 南韩的HMM 现在上船 涨了7% 中原海控 全球第四大 一度在A库 逼近了涨停板 那香港最大的货柜轮 叫东方海外国际 也飙升5% 我们特别讲 这个中原海控 有人A股的投资人说 这些超级大扭 今天起高趴 直批涨停 创下了景气反转 这两年来 单日最大的涨污 开始喷 这个全球的投资人 都差不多这种心理 我本来看你很鸟 看你还悲观 对不对 突然嫌疑大翻身 今天一度碰到涨停板 这很难 所以台湾的航运 应该说海运 有多少机会 我们回来看六公格 我告诉你 台湾的 大家以为是长龙会涨停 错 万海涨停 为什么 万海你来看一下 看它的K线 廉四红 那为什么 当景气开始 本来保守悲观 现在看好的时候 我问你 你要买什么股票 你买EPS最高 但是它股价已经涨了 今年以来长龙涨24% 那就买最没有涨到的 对 万海 连四红 万海即便今天涨停 今年以来只有涨5% 阳明涨8% 所以阳明跟万海 就会比较强 这个很简单的逻辑 宽转的 然后剩下的你可以发现 现在还有一个 未来几个月开始 要发生一件事情 这些公司EPS都会上修 本来你都低得很估 我看所有报告 我看过 本来都很保守 阳明今年只有估 EPS一到二两块 万海估亏损 现在都要调高了 你看运价也涨了 对 调高了 大家都很不用 你看昨天外资 去调节这些散装轮 今天没跌了 没跌了 但是你想说 本来最看好的 高股息ETF都压这个长荣航空 今天怎么办 因为它的EPS 今年就四块 所以今年大概就给四块 就是最低消费四块 所以它不会被这大幅上修 这一种本来是 看不好的上修 那个欢转的力量比较大